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今天大盤大跌将近600点 那我们看 今天大盤收盤收在最低 跌了596点 13106跌了596点 好 看K线 这是今年的1月3号 18619 好 这是今天的收盘 也是最低点 13106 从1月3号到今天 就这样跌了5500点 我都用这个多空线都没有改变过 我说每一次的反弹记得要卖 每一次的反弹记得要卖 你看越来越弱势 今天又在创新低 就这样跌了5500点 上个月我讲过一句话 我说18619 18619可能是我 我讲我 有生一年可能不会再看到了 有的人会讲老师 如果你活到100岁 我活到100岁 我也点到 什么叫点到 我也老人痴呆 我也看不到 对不对 12682 30年才突破 12682 30年才突破 18619到今天跌了5500点 我为什么说 或许是很多人的有生之年 搞不好是我的有生之年 看不到18619了 这是我秉持 我在年初的时候 我给各位一个概念 第一个 年准会升息 收表 钱收回去 我年初我讲的时候 你们一定不相信 为什么 其实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的消息 或者新闻面很多 会非常的杂乱 那有很多人会挑他 要的去解读 那也没办法 我还是讲 一款人一款命 因为我代表人 是做一档股票的人 我既然做一档股票 我一定所有的总体经济 整个国际的卖动 资金的来源 还有去处 我一定分析得很清楚 我才能做一档股票 因为我没有逃币的空间 我做很多档 反正每天都有涨的股票 今天又有涨停 对不对 我还是可以讲涨停 问题那不是我现明信 那是其他托顾老师吗 然后我讲 你们不相信吗 而且我说会跌到 让各位怀疑人生这句话 今天你有没有觉得 哎呀 下次你那个怀疑人生 好像非常的贴切 跌596点是今年以来最大的跌幅一天 最大的跌点 曾经在3月7号跌过500多点 那3月7号跌500多点来 3月7号前 3月7号要跌500多点的时候 我也告诉各位 来 3月7号来 3月7号你看到 从17730跌到17100多 是跌500多 可是今天跌更多 我说3月7号我讲过来 来来来来拉回来 这是今年的2月22号 我讲得很清楚 我说这已经不对了 大盘18619已经不对了 为什么 这是2月22号开新春开工盘没多久 我说已经不对了 这一天买的人几乎都套了 尤其台积电 也就是今年的2月22号 买的台积电量全部套 我说这没有理由 对不对 当时的台积电量还630 大盘还18000 将近18000 这里叫18619 这叫2月22号 好再看回来 结果3月7号 这一天跌了500多点 爆出一个历史的天量 这叫什么 这照片 你看这里的量这么大 4500多亿 这里多少 4400都会加起来9000亿 有没有 这两天加起来9000亿 未来你看都没有量出来的 人家走起了 4000我就告诉你 你们不相信 所以我说看不太做 你要做 那是你的命 然后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提醒你 每一段我都提醒你 我用什么 用台币 来 我还特别用两年前 看吗 两年前11月6号 1709 我说台币从30506开始升值到28.492 好 台股从8523涨到13149 我为什么特别留这一张 我为什么特别留这张 因为我相信 这一张我联储就要拿了 那还1万8 我说大盘会跌破这个位置 甚至会更低 甚至搞不好会来8000多 很不一定 那这里会跌破 为什么 这里是28.492 对啊 好 再来 这是 这是 汇率 你记得13149 我看今天就好了 来今天 来 请问今天大盘多少 今天大盘多少 13106 来看回来 这里叫13149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两年前的11月9号 我既然跌破这个位置了 也就跌破23个月前的那个点 我讲的时候不是今天讲 年初我同这一张 同一张的时候 我都在同一个时间讲 然后过程我也不断提醒你 好 8月26号的时候 来台币 我说台币已经扁破30块了 这是这个景线 扁破30块 特别画给你看 这里叫18619 当时呢 当时大盘多少 15375 今天来看回来 15375再跌2000点 好 看到这里 15375这里呢 这是18000 对不对 一样这里18000 这里15375 15375看到没有 这样跌多少 也是将近3000点 从这个位置跌到这里 你们不相信 好 不相信再来 好 再来 好 这最近而已嘛 9月23号 我说这个反弹你们不跑 113 928你们不跑 那未来会很惨 因为台币已经升到31.713了 我问你31.713 有没有比28.492 扁得还更多 这升值嘛 他31.713 其实都比这里还高啊 扁值啊 13.149会不会破 当时来多少还14000 今天呢 再看一遍 又再跌1000点 我谢明天我在分析股票市场 我说我跟其他投入老师不一样是因为我待会很做一档 那我就有很多的时间 这一档我是应该讲说这一档任何的风吹草动 我说 我常常讲一句话 前市场除了他们公司的人以外 或者这些所谓的 钻石生计的集团的人以外 前市场没有比我更懂这档股票的 那别的股票别人很懂 我不懂没关系啊 对不对 有一两千档股票我干嘛全部懂 有一句话嘛 无俗无济而穷 无俗就背气啦 背气啦 背气也会背天 也会挣地 也会背秋啊 就是无俗无济 它有五种技能啊 但是要用的时候 它也不当用场 藤蛇无足而飞 藤蛇各位听得出来 无足而飞 无足而飞 那个什么 凉啊 我常常跟我儿子讲 你是渡滚还是凉 你还是凉你就会飞 我不管你 你让你自由发挥 你如果是渡滚 你出了多少你也收到 你就没底气啊 你只要是浪 你关在我 我不用关你 我不理你 你还是会飞上天 但是如果你是渡滚 你就不会背天了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巴威特的那计划 我一直跟各位讲很重要 在不对的路上 你用力的奔跑 你还是不会到达目的地嘛 你就不对路嘛 所以你在不对路上走 什么叫不对路上走 就好像 哦本利比很低哦 股价很低哦 也没去 那个叫做不对的路嘛 什么叫本利比很低 什么叫做EPS很好 你告诉我 明年吗 还是去年 如果是去年 那就不叫本利比嘛 那叫历史故事好不好 好再看 那在这里 我提醒你 好 那回头看现在 我说两张土地对照 有的时候想一想 我讲了一款人一款没 真的 各位 这个点 18619 688台积电这个点 现在呢 那个点在哪里 在这里 台积电在这里 630 台积电401 台股13106 说最低点 来再看一遍 这里18000 这里630 18000在这里 630在这里 现在剩下401 18000剩13000 这5000点是我给你的 台积电超过 我给你230块 你们都不要嘛 不要我也没办法啊 到这个程度了 有人都不要再杀了 什么叫不要再杀嘛 对不对 而是请问 你的股票会回来吗 我这次要讲很多遍 今天外资卖300多亿 那时候我讲国安基金进来 你弄你国安基金会买什么股票 国安基金那么早进来干嘛 所以他没买也很多啊 而且大家弄你国安基金进来 就会很稳 我告诉你国安基金进来 刚进来都还不是 是最低点啊 什么时候在最低点 我不要笑各位 来看一遍 来 今天跌596 今天跌停板20 20 上市上跪跌停都20 20 什么时候只跌 我告诉你 跌停板如果加一加 没有超过100档 我看不会只跌 那散路还不怕啊 散路还不怕啊 对不对 散路怎么会怕 股票市场一定是在什么 大家崩溃了 就像我讲的 华语人神 你们华语人神 散路已经崩溃了 这些自以为 自以为很聪明的这些投资人 我常常讲那句话 看我没有卖着真的卖着 我要说拜托你卖着 那不行 不输啊 明年再做啊 我这句话已经讲过好多遍了 不是吗 今天创新低 我常常在讲 我说我为什么是个人格者 你的股票跟我没关系啊 因为我做的一档叫糖抗底 你没有啊 很多 我的股票不是每个人都有啊 大部分都没有嘛 那我为什么叫你不要做 你留的 留的 留的青山再不怕没才 等你输完了 我告诉你输完了 等到你输完了 你停损出场了 结果台股才起账 我说这 这有时候是很悲哀的事啊 对不对 大部分投资人都是这样子啊 当你们输到 已经忍受不住 你把它停损了 手上也没多少钱了 股票才会起涨 那起涨可能就 三成五成一倍 两倍三倍是上去 可是你没钱啊 所以为什么 我说看我没有卖着 明年才做得不行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投资老师在这里 他说跨我卖着 我年初就跟你讲 跨我卖着 卖着卖着 因为我们只有一档股票 那个逻辑在哪里好 来我们说看我们股票好了 好这是我们股票啦 来拉近 这是今年年初 1月3号75块7嘛 好 他最高涨到251 这一段 这一段什么都没有嘛 涨三倍 包括现在到今天为止 他也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EPS 也没有营收 也没有塑钱 也没有解盲 也没有钱力金 也没有药证 什么都没有 今年到现在都没有嘛 来 好今年到现在75块7到251 这里面 什么都没有 而且当时我讲说 这叫出生段 出生段叫题材 未来的主生段就是要有实质的 那叫主生段 要有实质的东西 什么叫实质 塑钱金 那另外有一个 那个算半个十指 那个只有我会员 我会给他们知道 我不会给你们知道 今年我认为 八九不离死 那个会有 塑钱金我认为 大概五成以上 没有讲说太满 塑钱金五成以上会有 那另外一个 那个题材是 八九不离死会有 那个题材大概有三成以上的空间 所以我根本就不怕他嘛 虽然我们今天 会员还算 我们赔10% 到今天刚好赔10% 赔15块 没有10% 赔15块嘛 好 然后呢 好这你看 从757到这里三倍 请问到今天都150 757到150 代表说这里 以今天 今年的 我跟各位讲的嘛 都没有改变 这还有一倍 可是大阪从1869跌到今天 已经跌了5500点 所以他是什么 他只是故事还没来啊 不是他不来啊 对不对 他总要来啊 而且股东会的时候 他股东会的时候 已经也讲得很清楚 包括钻石生技 今年有 钻石生技的持股 合一跟唐基 是他们有突破性的 突破性的东西出来 那 合一有了 所以合一才 涨了95% 好 这就大凡 那另外再看 我们再看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一样啊 我为什么要给各位看 这也叫757嘛 251.5 台积电当时757 唐基757的时候 台积电叫688 我为什么要这两档 台积电跟 唐基要来对照 我说20年前 我常常有一个概念 20年前 我有带肺炎做台积电 可是做台积电的时候 我说受不到肺炎 你知道吗 我说20年前 只要带肺炎做台积电 做到今年 做到 算做到去年年底 这样就 就把它ending的话 肺炎会赚翻了 赚几十倍啊 而不是今年去买台积电 我说任何股票都是一样 你要买在小时候台积电 不是成熟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我没有看好 现在我不看好 以前看好 为什么现在不看好 美国也要设厂 美国要设厂 美国怕所有的资源 都放在台湾危险 所以台积电688 我认为未来不会来了 真的不会来了 未来反弹再破底 反弹再破底 这是台积电的写照 因为最好的公司不是不好 而是股价不好 所以我说 你看这里要七十块七 这里涨三倍 可是台积电从688再下来 以今天台积电的收盘400 我们来看 今天台积电刚好400 好 看回来这里 唐积是150 我为什么这样讲 就好像我刚刚所讲 20年前我如果带费员 做台积电就好 什么都不做 我费员会赚很多 但是唯一一个缺点是 我跟他当中二十年 没有 收不回还 就好像是要我再讲唐积 搞不好五年十年后回来 我还是讲那句话 哎呀 那唐积都不要换 就做五年做十年就好 我去年到现在 最后一年了嘛 我就怕他们收不到会员 收不到会员 这个电视要钱 然后呢 然后 做唐积的会员还在 或许未来会改北党 但是绝对不是今年 也不会是明年 所以我做一党股票 我做两年三年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第一个 我刚刚所讲的 故事都还没开始 还有一个利多 我说今年一定会 因为百分之八九 八九玻璃省力都今年一定会有的 那售减 我说五成以上会有的嘛 这是两个 我把它当作 200块的台积电 台积电刚刚挂牌是200块啊 对不对 刚挂牌是200块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这里 背着细腻 霸告 有没有看到 有啊 对不对 一百九十几啊 八十几年啊 挂牌的时候也是200块啊 有没有 那当你拿佩奇佩谷佩奇佩谷 所以他就变成 买台积电的人 20年前台积电最少 最少了 20倍跑不掉了 我收费好像是50倍了 因为他股本一直增加 然后佩奇佩谷佩谷 当然 最近这几年只有佩奇没有佩谷 所以我为什么用唐基跟台积电 我说历史会在重演 历史会在重演 它重演就是台积电的 应该讲唐基就是现在小时候台积电 我再问你一遍嘛 我说台积电在台湾最好 可是 未来会有人超越它 就是唐基 为什么 因为唐基它有独到的东西 它有一百多个专利 而且这些专利都还没收钱出去 都还没拿钱 遍地都是专利 遍地都是黄金矿 还没飙出去 台积电美国要做了 它有地缘性的风险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18619不会来的 台积电688也不会来的 这就叫方向 这叫方向 你们要怎么去想 那是你们的命啊 不然最重要的计划 你去思考 你有贪钱吗 好日的会员 你好吗 今年你好吗 那我的会员 我有讲这些 我的会员 来 251块以前的会员 251块以前的会员 到目前为止 不到没有受伤还是很爽 为什么 我的现在都可以讲 我107到185卖2成 185到200卖2成 这是251块以前 所以我185是卖4成 251以后 我买的金价就是165 就这么简单 是这么简单 你是在251以前的会员 还是251以后的会员 操作方式 就这么简单而已 他又来我开始了 我有倒数 我倒数71天 其实没有71天 我是写多一点 因为有时候 给自己弹性一点 现在离过年还几天 我讲过年前 如果现在还算 大概教育日不到60天了 我讲了两个最重要的利多 理论上 三成的利多 大概八九不离死会来 乘1.5乘1.5的可能 命更好就来 命更不好的美女 最少如果说 那个三层 我认为有三层以上的空间 那个利多 现在150加三层 也会变成200 所以那个对我会员的压力 没有什么压力 不然我问你 你的股票怎么回到 你的股票有我 我这么展示的也得告诉你 你的股票有未来有两个利多 还是三个利多 还是0 0 没有利多 只要拌而已 要拌而已 是不是这样子 想要操作的 打电话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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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驻醒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庸域 非凡商业台 全球公关店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 本节目不推罪任何股票 当大盘在崩跌的时候 如果它的趋势 它的走法 相对强势的股票 那未来当大盘只得 它一定先穿上来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套劳压力 来 我们看来 这是大盘18619 这是唐积75块7 唐积涨上251.5 这叫做基本面还没出来的 我们叫出生段 完全是题材 那出生段减餐 未来的组成段 我说非常的复杂 所以你看它走了这么久了 从10月20号 因为4月20号 这是我们叫做 这个是假期行动被打下来的 4月20号到现在 今年已经10月了 超过半年了 结果它都在这里整理 可是大盘呢 你看大盘是一滴比一滴低 而且今天创新低 可是它没有创新低 这里叫94.1 这里叫144 今天最低也148.5 那它既然没有跌 它在印量什么 这才重点在印量什么 来 看这里 我为什么一直在拿 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 也就是他的癌症登月计划 我相信今天大盘会跌这么惨 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 也就是所有的半导体 几乎都下精英 所以所有人都跌得很惨 来 我们看 跌停板的 我们看跌停板的 大盘跌停板的 你看跌停板的 有多少都是 有多少都是 都是做什么IC设计的 有没有 有没有 看跌停板的就好很多 包括 好 来 威胜 看到 好 这金鸿 这都做半导体的金利科 创意 力旺 宏康 世新 这几乎都 你看 几乎都是做半导体的金星科 看到没有 宏观 这大部分都是 都是做半导体的 那相反的 相反的 你应该拎累的思考来 那我说 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 癌症的登月计划 那未来拥有癌症 你如果成熟的 比如说你已经一起的 FDA一起的 二起的 我告诉你 那只要稍微 稍微有点沾到边 你输得都回来 是一倍两倍三倍得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为什么 唐基的SSES 作为卡特基治疗 不要把对于多种事都很流 很有帮助 而且这是九月初的 九月初他在 EMVO的分子医学 则是里面手花表的 随便一个 你看 四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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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用多少 用六亿美金买 用十亿美金 一一一 以唐基今天150块 我告诉你 连十亿都没有 十亿美金都没有 这癌症呢 要他在过程里面来 我说这里面 他为什么要发表 这首新闻 我告诉你 如果他是的 我说你们今年所输的 如果他是全部都回 可能还给你好几倍 不然你的股票会涨吗 我又常用这个逻辑 各种的会员讲 想操作要打电话 免同一个时间 再会